飞机的黑匣子已被找到 为何黑匣子这么重要 仅仅只是信息记录这么简单吗 它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这期视频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 为何空难发生后 第一时间就要搜寻黑匣子 黑匣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航天记录仪 民航客机一般会安装两个黑匣子 一个用来记录飞行记录 另一个用来记录驾驶舱的语音信息 从飞机的起飞情况 发动机的运行状态 飞行员的操纵情况 驾驶员的通话 机组人员的通话 甚至飞机表盘的数据 飞机周边的飞行环境 黑匣子都会全程记录 飞机是高空飞行 飞行速度极快 一旦发生空难 很可能就会击毁人亡 想要调查事故原因 只能靠黑匣子里的记录数据 据航天局规定 黑匣子在断电之前 里面必须要保留 两个小时的音频记录 和25个小时的飞行数据 这些记录可以通过 专业设备解析出来 找出空难真相 这也就是为何空难发生以后 人们会竭尽全力寻找它 是为了调查事故真相 给遇难家属一个交代 让适者安息 而且在日常飞行当中 黑匣子还可以起到教学作用 可以观看黑匣子记录的飞行数据 及时了解飞行员的弊端 及时纠正 甚至技术人员 还能够通过黑匣子的监控数据 及时排查故障隐患 从而达到安全飞行 所以黑匣子对飞行至关重要 黑匣子已被找到 它能还原事故的真相吗 为何黑匣子会这么坚固 飞机坠毁爆炸后 依然可以保存完好 即使在火中燃烧两小时 在水里浸泡36个小时 它内部的磁带 也依然不会被破坏 其实呀 黑匣子并非黑色 它大多都是鲜艳的颜色 万一不幸发生空难 方便搜救人员寻找 它经过火烧以后 外表会变成黑色 所以人们就称它为黑匣子 是飞机上必备的电子记录设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航空飞行记录器 飞机从起飞到平安落地 还有机上人员的对话 全部由它记录保存 黑匣子外壳坚硬 重量在20公斤左右 耐高温 耐火烧 耐撞击 即使发生再大的空难 它依旧可以保存完好 黑匣子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 因为空难发生时 大多都是飞机头部先冲向地面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黑匣子的损坏 黑匣子最早是使用在美国战机上的 在20世纪初期 航空技术还不完善 美国的军用战机经常发生事故 往往都是击毁人亡 无法调查事故原因 所以就研制安装了飞行记录器 用来记录飞机上的音频影像 随着技术的改进 黑匣子越作越先进 配备了独立的电源 在飞机失事后 它也可以独立运行记录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牛的黑匣子到底是谁发明的呢 它就是墨尔本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1953年 澳大利亚的民航飞机发生爆炸 大卫沃伦博士被派去调查事故原因 起初 他以为是油箱漏油导致的爆炸 可经过多日的详细调查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此时 大卫沃伦博士就设想 如果飞机上能有一个记录器 是不是空难真相 就能够很快解开 于是 他以录音机为原型 经过多次研究修改 一个飞行记录器诞生了 他取名为黑匣子 但他的这项发明 并未受到政府重视 也不支持他后续研发 大卫沃伦十分难过 他的父亲就死于一场空难 更绝望的是 空难的原因无人知晓 他深知空难带给一个家庭的伤害 于是他长大后 他走上了研究飞机飞行道路 为了能让黑匣子不断改进 他前往英国继续研发 终于在1958年 他研发的黑匣子 在飞机上得到广泛运用 此后的很多年 黑匣子的技术不断被改进 一次次创新 到如今他已经成为了飞机的标配 科研无国界 感谢每位科学家的坚持与付出 才能让遇难者家属了解事故原因 得到一丝安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评论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